好 叶金川在前几天被呛下之后呢 也看到他在记者会上忍不住就掉下了男儿泪 整个过程呢 看在他好朋友欧静德的眼里也觉得很心疼 忍不住就来帮叶金川暴躯 他说叶金川是在用生命爱台湾的 其实叶金川在出发到日内瓦之前 也曾经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有一个梦》 就是要带领台湾重新登上世界舞台 加入WHA 在日内瓦落下男儿泪 这一幕让很多人都很惊讶 叶书长会这么激动 那是因为对他来说参加WHA是他的一个梦 出发前夕叶金川在自己的部落格上 写下《我有一个梦》这篇文章 他说《我有梦》终于有机会实现 重新回到国际舞台 这是每个一学生 公卫学者 或是所有台湾人的梦想 也许有些人不以为然 但对大部分人来说 这是一个非比寻常 就像在做梦一样 看得出来叶书长对这次参加WHA非常重视 只是人在异地被自家台湾人呛 当年同事市府团队的好友欧静德忍不住为他脚趋 决定到底谁进去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犹豫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具体 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对这块土地的关怀 对于这些很情绪化的言语 对这些民众我想我们也用宽容的态度来包容吧 事实上在被刘学生呛瞎之前 叶金川为了这次WHA的五分钟发言 准备了很久 也说很紧张 自己上台 他也说买到门票 取得上台演出的机会 不表示别人就会感动 或为我们喝彩 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的委屈求全 但是在一个大原则之下 能够参与让大家了解我们的实际的贡献 这是人在日内瓦的叶金川 被台湾同胞呛瞎 这应该是他心中最难受的吧 中立新闻郭先阳放旧台北采访的 谢谢